混之专制不明白 2001年 华尔街日报统计了 1000年来历史上最富有的武士人 吴炳健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发家和落寞都令人唏嘘 康熙时广州政府发表通告 有钱他就可以做官商 搞外幕 这一号召立马来了 13家有实力的行商 也就是广州13行 123 其中一个叫一和行的 是吴炳健他爹开的 起初实力一般 但到了乾隆年间 闭关锁国 只留广州一口同伤 这样广州13行就垄断了 全国的外贸生意 吴炳健32岁时才接手一和行 他做生意胆大欣喜又大方 别人不要的陈货他敢要 我包了 几百万两银票的利息算得分毫不差 利息一共是13853两 七分八零四毫 论到讲义气 几万银元的债务也可以勾销 哥们儿我这次学会 算了算了 不仅在国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他还投资了美国铁路 以及证券保险业 同时 吴炳健还是英属 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 然而 鸦片战争一来 他就开始心力交瘁 因为他是13行的老大 所以在鸦片这件事上 林则徐认为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对他大力惩治 等到战争前夕 他积极表态 联合其他航商 市巨资 帮林则徐建造堡垒战船和大炮 但清军还是战败了 清政府便派遣 吴炳健儿子和英国人谈判 最终签订了不平等的广州合约 背负骂名 叛妥叛奸 并且广州合约商定的600万银元赔款中 吴炳健一人出资110万银元 强到越冠越嚣张 没多久 英国人再次发动战争 而清军再次一败土地 1842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签下巨额赔款2100万银元 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 可当时清政府国库都没有700万两 清政府又勒令吴炳健出资100万银元 即便家大业大 但是在这样的连续冲击下 吴炳健终究是扛不住了 在内忧外患 放送不一中 病逝 他一介不一之身 却要担国家兴亡之责 虽为世界首富 却也无力改变什么 这就是吴炳健的故事 喜欢本期内容 记得点赞投币加收藏 一锦三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